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烤羊排 那像这种冰鲜的羊排呢 很新鲜的 不需要我们过度加工 我们先来给它破开 那有些餐馆呢 厨师会把它两根骨头 并在一起切成一块 那有些家庭呢 还会把整块的一起放进去烤 那我呢喜欢这样 一根骨头切一块 那在两根骨头的中间下刀 一个骨头就是一块 然后我们放适量的盐 撒上黑胡椒 用手给它抓一抓 开大火把锅先烧烫 和煎牛排是一样的道理 煎羊排的时间 要比鲜牛排软很多 一是肉质的关系 暗示相对来说它薄许多 差不多一两分钟后看看 变金黄了就可以翻身了 那羊排也可以用来烤的 用烤双烤 但是它达不到这种金金黄诱人的效果 这样两面金金黄呢 最后把侧面 最后把侧面也煎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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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自然味的 上桌时别忘了带上自然粉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